大家好我是孔凌杰 那我们今天呢来教一个新的主题 operator overloading 那这个主题一般来说呢 都是接在class后面在做介绍的 那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class功能的延伸 或者是说呢它是一个 强化class这种东西的用途 那么这个operator overloading 我们今天除了介绍它本身以外 我们也透过这个介绍 来帮大家强化一下我们对class 这种东西还有当然是物件的了解 好所以我们首先呢会给大家 motivation就是我们为什么 需要或者是想要 做operator overloading 那接着呢是一些prequisite 就是我们学习今天的课程 或是理解operator overloading 之前我们还要再有的 一些跟class有关的 基本知识 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 做operator overloading的情境分为三个 然后由简单到难去做介绍 那这个待会再说吧 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用的例子 都是这个我们之前写过的 myvector 那我们先回忆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class 我们自己做的 它有两个private member 一个是n 一个是m n呢一般来说就是表示 你这个vector有几个dimension 比如说3的话 表示是三维空间上的一个向量 那m呢是一个指标 它会指向一块 被new 出来的空间 那这块空间呢 基本上就是长度为n 的一个动态阵列 所以比如说如果这里你填了814 这几个数字好了 那么你的因为是动态阵列嘛 所以m0就会是8 m1就会是1 依此类推 应该写等于等于啦 表示它们是equal的 大概是这个概念 好那另外呢 我们有几个这个member function 是public的 首先我们有三个constructor 第一个是一个default constructor 第二个是传入dimension 的个数 以及传入一个阵列 然后呢把它一一的对应到n跟m里面去 第三个是一个copy constructor 那么呢另外我们有一个destructor 还有一个很普通的print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function的implementation 都是我们之前写过的 首先是default constructor 那这个constructor没干嘛 你不给它任何参数的话 就把n initialize 成0 m initialize 成no pointer 那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如果你不写default constructor的话 因为你有写其他的constructor 所以这个system呢 它就不会帮你自己做出一个default constructor 那可能会造成你的某一些这个 城市执行上的困扰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我没有什么特别理由的话 我都会自己写一个default constructor in any case 除非我真的知道不应该有 ok 那你default constructor 就做一些很基本的事情就好啦 第二个constructor是传入应该要有的资讯 就是dimension以及values 然后把它们写进去 所以知道dimension是多少了以后 n就有值 m呢我们就去做一个new东西出来的动作 那这里我们就new出了dimension个double 然后呢就一个for回圈 把v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复制到m里面去 所以这样子我们的myvector里面就真的有东西啦 那这里呢是default constructor 对不对这里是destructor destructor当然是必要的 因为你要把mdelete掉 因为你有new就delete 所以你既然前面constructor里写了new 你肯定后面就会写这个destructor 这里呢有一个copy constructor 那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写copy constructor 因为当我们copy一个物件的时候 如果不写copy constructor的话 那会发生的事情是shallow copy 那我们为了避免shallow copy 所以我们要做deep copy 那这个是看你的需求啦 我们这里因为需要这个一个vector 会变成全新的另一个vector 不需要两个vector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要做deep copy 好所以呢按照copy constructor的规格 我们传入一个constant reference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 既然传进来的东西是一个vector的话 把它的n取出来 弄来n 然后呢用n来new出m个n n个double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address再给m 然后一样value一个一个复制 就是你在这个copy constructor里面 既然有new东西出来 那基本上就可以避免shallow copy 好最后呢就是print print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我们define一个 我们想要的东西被print出来的方式 先一个左刮弧 然后呢把m里的东西一个一个印出来 每印一个就打个逗点 空一格打个逗点 然后印东西 逗点空一格等等 最后一个东西的话呢 你印了数字了以后呢 再打一个右刮弧 那这样就搞定啦